牛肋条煎得好比牛排还要香 今天拿它来做一个非常炸的芝士汉堡和芝士火锅 肋条曲筋膜调味 最近刚落手了一个新朋友 德龙新出的代号胖地小银的电烤炉 设置成清洁模式预热 充分预热后就能和铸铁锅一样 拥有超强的热穿透力 能煎出非常完美的焦化 还能锁住水分 底盘不用洗 下层火力调到180度 面包胚稍微煎脆表面 肋条醒了5分钟 切片斜切稍微薄一点 内部的熟度也非常好 因为那条拥有均匀的脂肪 所以煎出来的风味特别好 最后淋上满满的芝士酱 接着我们可以把胖地小银180度频谱 上下面板可以调成分别独立的温度 这样就可以做芝士火锅了 是不是超香的 用低温慢煮做出来的鸡胸肉 一定是最鲜能夺制的 但我没想到配料的不同 嫩度也完全不一样 今天就尝试五种低卡的配方 看哪家最嫩 首先是这个墨西哥风味的 这个起波特雷辣椒非常的嗲 加入大量的苹果汁和柠檬汁 这边我用家里常备的 蜜宝诺的蜜食袋 把它密封起来 接着我们做 大家都听过但没有吃过的 马沙拉氛味 其实和咖喱差不多 接下去省一个 北欧的酸奶氛味 百里香 迷迭香 最主要的是这个希腊酸奶 这个酸奶也是无糖的 所以我今天做的 基本上都是低卡的 柠檬汁 感染油 黑胡椒 盐 这款蜜食袋有双层分条 非常扎实 用排水法把空气挤出来 然后再做一个东南亚风味的 主要会用到一个柠檬草 最后就是这个香麻风味的 放入一些非常常见的香料以后 倒入酱油 如果不需要低卡的话 可以加入一些分泌 我的冰箱里基本上 都是这款蜜食袋 而且已经安利给我妈了 水慢过袋子 然后整个放入烤箱 100度60分钟 这样子锅内的温度 差不多是65度左右 这边我直接公布答案 墨西哥风味的是最多汁的 酸奶风味是最嫩的 然后这个非常Q弹 所以果汁和酸奶的效果都非常好 减肥的朋友们 除了带餐 还有这种选择哦 19分钟 做最能的菲力 搭配家庭版的红酒汁 拿一块肉底的菲力 完全解冻 只用盐调味 锅烧至冒烟 加点底油 每面煎30秒 来回两次 涂上我的蜜汁干凉油 撒一层黑胡椒 烤箱160度6分钟 烤的同时我们来做酱汁 锅不用洗 不点底油 加入洋葱大蒜 番茄罐头 1分之1品红酒 这个时候烤好牛排 拿出来饧肉5分钟 同时锅里加水 加1分之1个浓汤堡 百里香叶 黑胡椒 大火手吃 过下筛 把精华都结出来 接着刚好可以切 饧肉的牛排 最后就装盘 没什么装饰 很纯粹 但很好吃 之前在一家 黑珍珠推荐的餐厅里 吃过一道 800块钱的水煮肉片 名字叫做水煮和牛 今天再加复刻一下 找一块M6以上级别的和牛 切成2毫米的薄片 盐 清酒 蛋清 加上足够的水淀粉 充分抓缘后静置 干辣椒去紫 我们先来炸一个刀口辣椒 油非常重要 今天用的这款是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能非常好的激发 花椒和辣椒的香味 油温90度 先把辣椒和花椒炸碎 捞出以后 就可以把它切成刀口辣椒了 刚刚菜籽油咬出两勺备用 仍然小火 放一勺豆板酱 慢慢的把它炒香 放入姜和蒜 放一些蔬菜 炒香后 差不多倒入一大碗水 少许盐料酒浆油调味 蔬菜就可以捞出备用了 然后我们来煮肉片 火一定不能大 一片片的下下去 等汤稍微有点冒泡了 拿筷子把它拨动 很快就可以出锅 最后就是双盘 放上刀口辣椒 葱和蒜泥 最后用加热锅的菜籽油 淋出和牛的香辣灵魂 真的非常好吃 做辣菜还是外婆香